但今天整体运输肋骨来说 航空双雄表现最为勇猛 下半年旺季来临了 让不少鸡蛋转以空运来配送 可是中国大陆疫情在起 所以最新下令从明天开始 欧美货机不可以在当地过夜 导致欧美线的货机严重不足 但也让长荣航跟华航因此受贿 传出这个礼拜将纷纷调整 台湾到中国大陆的运费至少20% 今天两家公司的股价都公到了 亮灯掌停 包装好的货物从货机上缓缓运送下来 在航运货柜需求飙升下 让订单满载的业者 纷纷将集单转往空运 而中国大陆疫情在起 为了控制疫情 占定8月底前 欧美线货机暂停过夜 将导致欧美线货运机位严重不足 现在又要第三季的开始 又是碰到还是圣诞节的前夕 这一段时间是最旺盛的 加上大陆的货物 加的大概五倍左右 那当然运货可能在这一桌 也会提升大概二十八左右 不能过夜就代表航空公司 得排更多机组员成本增加 像是中国南方航空宣布 欧美线货机取消百分之二十五 不少货品改进台湾 转运送往中国大陆 在转单抢仓需求下 长荣与华航将因此受惠 现前长荣除了五架全货机外 还增派了三十三架客机代替货机 华航则原本就有二十一架全货机 现行台湾到大陆的空运 每公斤四十元 船出十一号华航将开第一枪 调涨百分之二十五 长荣则是隔天调涨约百分之二十 到百分之三十 上海机场大概有五百盘的货 还没有裁 这个是非常的可观的 而且看着这个情况 他们人员都没有办法去作业 只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些 飞出去的飞机的位置 Space bar不足 航空双雄的运驾式蠢蠢欲动 也连带带动了骨架 周一早盘亮灯攻上掌停 另一多消息刺激下 长航与华航九号开盘 没多久及涨停 分别供在涨停价二十元 以及十八点八元 下半年旺季来临 再加上中国大陆疫情 身为影响下 航空运驾恐怕不得不面临调涨 东森财经新闻杨超成 谢回忆台北报导 明镜下宫 2022年 488元 感谢观看